根据南投陷阱局交通队指出 104年度截至目前为止 酒驾肇事自死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21% 因酒驾而受伤也有181件 为了防堵酒驾肇事发生 交通队不定时不定点执行酒驾安全蓝查 希望运用强势作为 让驾驶人有所警惕 还给用路人安全的行车环境 同时也希望驾驶人遇到拦检时 摇下车窗配合警方执行任务 再一次呼吁我们的南投县的县民 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104年1月份到现在9月份 共死亡之后43人 其中9驾死亡9人占21% 那受伤的部分的话 目前为止有181件 那遇到警方执行的时候 请摇下车窗配合办理 不要逃避要吃事证件 不然的话花新台币最高的9万元 酒后加车代价相当昂贵 违反者除了将面对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除以罚还以及吊扣驾照之外 卢署不能安全驾驶的行为 更会移送检察机关 以刑法第185之三条公共危险罪处罚 那喝酒开车的部分的话 目前酒冲值达0.15的话 就要举单 那如果说超过酒冲值0.25的话 我们就依公共危险罪刑法的185条之三 来做处罚 那酒驾的罚则 最高机车的部分的话 是15000元起跳 汽车的话是19500元 那大行车的话22900元 那超过酒冲值0.25的话 我们就依刑法的185条之三的公共危险罪 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机翼科或变科 20万元以下的罚罚 那季节酒冲的话 是新台币最高9万元 那吊销驾照三年重考 这个罚者蛮重的 呼吁我们相亲的话 真的不要去喝酒开车 除了强势执法之外 交通队也实施柔性劝导 自制宣传立牌 结合小吃部以及餐厅业者 将立牌放置于餐厅明显处 宣传代客交际乘车 或是指定驾驶等等政策 希望喝酒的民众多加利用 那我们持职务法以外的话 我们会在这个过区域的 售旗里面的话 做一个交通安全的先导 比如普里镇地区的话 是我们酒驾最多的地区 我们会制作立牌 就是酒前的一个宴会 那酒后的话 来指定驾驶 代轿寄承车 由这个餐厅夜走的话 来代轿寄承车 或是你如果酒醉的时候 没有办法开车 可以打摇摇动的话 到攀手里面的话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 指定的一个 代轿寄承车的一个服务 生命美好而可贵 为了自己以及其他人安全着想 民众应该养成在喝酒过后的新习惯 搭乘机程车好放心 代客轿车好贴心 以及指定驾驶最安心 确实做到开车不喝酒 喝酒不开车 让自己快乐出门 平安回家 南投县政府 以及南投县警局 关心您